这两个男人饿坏了 拼命争夺一块黑色的肉 一波拉扯 肉被掰成两块 男人迫不及待塞进嘴里 咬下一大口 吃得津津有味 这块黑漆麻乌的玩意儿 其实是猴哥的一条腿 生命席带着一种恐怖的病毒 埃博拉 致死率高达90% 一旦感染骨灰一堆 男人毫不care完全不信 非洲利比里亚 街头集市 到处可以看到黑漆漆的烤猴子 这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 什么烤蜗牛烤蝙蝠都比不上它 据说肉质鲜嫩价格低廉 没有加工过的猴子 只有鸡肉价格的几分之一 丛林批发商价格更低 自己去抓不要钱 穷人也能吃得起 因此备受欢迎 被称为穷人的蛋白质 在这里 上到80老人下到纸尿裤小屁孩 无聊的时候都会潜入丛林抓猴子 手法娴熟 丝毫不怕 首先 在椰子壳中 钻一个小洞 大小恰好跟猴子钱币一样粗 随后将米饭丢入其中 固定在一定的位置 当猴子伸手抓米饭时 握住拳头抓米饭 死活出不去 最后因为贪吃被人们活捉 抓来的猴子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被俊养起来 在上街表演杂耍赚钱养家 其余大部分人则把猴子当作补充营养的蛋白质 巨头不拔毛 直接上火烤 烤熟后可以直接啃 也可以站着大黄蚂蚁制成的乙匠吃 更有甚者还会做大锅炖猴子 围在一起吃的嘎嘎香 不止利比利亚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集市中 都可以买到烤猴子 除了大师兄 他们还会在森林中捕杀蜥蜴 大猩猩 老鼠 乌龟等 各种野味在他们眼里都跟普通家禽一样 打到什么吃什么 通通称为丛林肉 这是他们80%的蛋白质来源 在一些大城市 甚至逐渐形成一股潮流 认为吃上一盘猴肉或项肉 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由于嘴上没个把门的 得啥吃啥无所不吃 各种罕见病毒 齐聚以堂 其中就包括埃博拉病毒 14年 西非多个国家爆发 致死率极高 为此 政府花费160亿美元进行宣传 告诫人们不要再吃野生动物 管住嘴 可以大大降低患病的风险 但烤猴子的传统 早已深深应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虽然物产丰富 但就是不愿搞种植发展农业 加上人口过剩 连年内战 以及贫穷等原因 他们宁愿坐吃山空啃野味 也不愿放弃 在人们眼中 埃博拉根本不存在 猴子肉质鲜嫩 烟腥过后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祖祖杯杯都爱吃 吃完没一点事 别跟那乍乍乎乎 相比于非洲的胆战心惊 如履薄冰 印度的猴子 过得内较一个有滋有味 堪称猴姐天堂 首都新德里 人口接近三千万 动物种类多达四百六十种 光野狗就有二十万只 在这里 和行人一起等红绿灯的 除了摩托车 汽车 三轮车 还有自由自在 闲逛的牛 嚣张跋扈的猴子 就连野猪 人人喊打的老鼠 都有自己的妙语 其中 猴子的地位极高 被称为猴神 哈努曼的化身 传说他是一位 非常勇敢 聪明的人 因盗取了长生草 焚烧了灵家宫 帮助罗摩征服很强大的敌人 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在印度人眼中 猴子就是哈努曼的化身 是吉祥的象征 所有教徒见到猴子 都要毕恭毕敬地行大礼 绝对不能伤害他们 不仅如此 每年还会隆重举办一次猴子节日 拿出很多珍贵的水果 给猴子们吃 光议会大楼附近 就生活了近五千只猴子 人们毕恭毕敬 猴子称霸称王 个个都是祖宗 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 在城市随意穿行 想吃啥就拿啥 抢劫 偷钱 横行霸道 破坏庄稼 咬断电线 无恶不作 老幼病残孕 全都不放过 被当地人称为猴子帮 即使你不招惹他 也会遭到袭击 2020年9月 印度一户人家 就遭到了非来横祸 当天天气炎热 女主人带着六个孩子 在自家院子里睡觉 结果 一群猴子猛烈摇晃一堵墙 导致墙体坍塌 砸死了女主人和四个孩子 2021年10月 一名男子在街头买材料包时 突然被一只猴子 用砖头砸死 据统计 印度每天都会有一千起 猴子咬人事件 屡见不鲜 不寒而立 一只猴子还绑架了一名小男孩 强迫他做自己的玩伴 还有轰动全球的猴狗战争 狗群杀死猴仔 猴群怒气中中去报复 一个月大获全胜 干掉全村250条狗 虽然猴子无法无天 但受文化信仰的影响 人们还是继续喂养他们 如果被欺负了 只能打碎牙网肚立业 一旦动手被人举报 需要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对猴子的猥琐欲为 各地政府倒也不是完全不管 齐招百出 花样不少 新德里政府曾雇佣了40名年轻保安 把脸涂黑 戴上头套 打扮成猕猴的天敌 夜猴 在政府办公大楼四处巡逻 试图将猴子驱逐出境 赶回树林 没争想 这一招很快就被聪明的猴子识破 他们再次返回 变得更加放肆 随后警察脑洞大开 假扮成棕雄 据说效果不错 但花费较大 一些议员认为 这是浪费资源 眼瞅着人赶猴不行 印度人灵光一闪 决定用猴子赶猴子 训练了一大批凶猛的南亚常尾猴 结果收效甚微 一些城市还尝试过 拿弹弓吓唬 给猴子做绝育手术 结果根本抓不过来 实在太太太太多了 至今为止 印度仍没有找到解决 人猴矛盾的办法